台北職棒 今天也正式的開打 也跟台灣一樣是關著門來打 所以今天我們傳出說要開放觀眾進場 他們也開始在考慮這一點 這邊裁判認定了 這邊是這個揮空 沒有打到球 那因為一壘項是有跑者 所以沒有不死三陣的機會 我們看到林靜凱被三陣出局 也是他今天第一次被三陣 位置偏差滿多的喔 但最後還是吸引到達者的回棒 兩出局 二壘項有跑者 打擊要輪到第三棒的林安可 這個看起來裁判認為是界外 重播 但是等到看完之後才會重播 判決是沒有問題 微空單正 維持著原判 看起來是要去跟邱昌龍教練來解釋一下為什麼 這個位置說真的 你要在他最後往下掉的尾跡去勾到這個球 我個人覺得不是那麼簡單一件事情 不是維持原判 這樣等於是改判 因為裁判原本是認為界外 這球球來找棒子 打成了一個界內 郭富林直接Tag 但是主審一直沒有手勢 對 現在就要看捕手有沒有妨礙跑壘 對 因為主審一直沒有手勢出來 現在統一要爭的是認為有妨礙跑壘 對 但裁判是覺得說他也有要去追求的動作 所以四個裁判組現在要來開會討論一下 200台體育一台是英文原因 英文的轉播 然後體育二台是中文直播 最後其實 跑者跟捕手其實真的是身體有一些接觸 但還是維持原判 對 維持原判 認為是出局 統一這邊比較不能夠接受 對 因為統一從比賽的前段的時候 就對台灣的判決一直都有一些意見 這一球打出去有沒有機會越過去嗎 有機會 真的是一支安打 所以連續的安打出現變成蠻壘 但是這個飛球啊 也還是有做 手背上都還是有幫助到 講這錢做了一個引誘 是認為這個飛球是內野非常困難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因為這個飛行的高度也不夠高 加上這個防守人員也沒有掌握到這個球 那他現在裁判在討論什麼呢 對 這代表是不是有 對啊 結果是出局啊 是在討論是不是內野飛球啊 那現在換成龍貓這邊一定要來抗議啦 這個球 剛剛有沒有 要看裁判有沒有擺手勢 這影響太大了 聽到龍貓總教練講說 這個高度不可能會判這個Infly啊 加上這個其實講之前是在移動當中 不可能這個球會判Infly 結果我覺得這個球是判家是有點失誤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手背方的 裁判有沒有比手勢 可是裁判沒有比手勢 現在才比 比的比較慢一點喔 比的比較慢耶 這個是個問題喔 對 因為球就已經要落地了他才比 我是覺得其他的裁判可以在這個開會的時候幫助這個二雷蛇 這個以我的觀點來看這個明顯就是一個誤判喔 因為我剛才講過兩個條件嘛 第一就是這個高度還不是很夠 有點小飛球 第二就是他野手有沒有去掌握到那個球 看起來他在移動當中是沒有掌握到這個球的喔 但是如果這個用演技算進去算不算 現在這個影響太大了 可能是有算 因為如果是必死的話 那原本壘包上的跑者也都要回去耶 沒錯喔這個判決就差別就大了喔 主要是他是做了一個演技的掩護啊 但是他沒有舊定位啊 打成了一個內野的滾地球 欸有沒有機會跑出速度來呢 Safe 雖然是 在美國這種東西是這種情況是蠻常見的 結果是判定出局做的改判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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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一個腳步 對 第一時間包括自身還有賀猛 這球打向了 游擊方向 長拋 一壘 Safe 要不要再挑戰 又要看電視 對 是 黃盛偉這當然是 非常難度高的一個防守 嗯 真的接近喔 嗯 so close 兩次挑戰都成功 但是呢 這兩次的挑戰成功喔 使得博納的這個 權力喔 動用的權力已經用完了 兩次 他比的就是 第一局欸 你就迫使我用了兩次 嗯 所以他當然會有一點火大 對 喔唷 喔唷 這是什麼打法 要考驗速度 是腿快還是腳快 熬倒 但是要不要挑戰 兩個都有反應 手臂也很精彩 但是又畫框框了嗎 那如果要挑戰的話 就要把挑戰都用掉了欸 真的要挑戰 一場的這次攝影鏡頭 哎唷 旁邊有抓到就糟糕了 可是看出來了 好 腳先到 腳先到 這個就是難怪反應會很明確啊 所以已經出來了 那今天兩次挑戰應該都成功欸 這腳先到啊 這今天成為用跑的 這一球打出去 是在二壘這個方向 要來爭取的是一個四六三 Double play 哇結果沒得挑啊 兩個用完了 這又是一個out 哇但你看到龍貓總教練這邊 是很不滿意啊 就是判決 所以小胖的反應又認為 他是先到 可是已經用完挑戰次數了 現在不到這個 可以裁判自己去認定 要不要看的這個時間 要八局以後才有 但這個往二壘方向打啦 就是陳成輝可以再推進一個壘包 那我們看這一個處理球 哇 真的是好像 但難怪反應會這麼大 兩次啊 是不是球 腳是先踏到 就會發現 奇怪 怎麼都一直是盼 往一壘跑都出局 但不能挑啦 不能挑戰 用完了 用完了 兩次而已 打右半邊 推出一個 右外野方向的平飛球 但是是被右愛手給揭殺 三壘的跑車啟動 要回到本壘 哇 今天的四分 全部都是高飛騎身打耶 這應該也算是個紀律了吧 對啊 到目前為止這四分 全部都是高飛騎身打 一分的差距為三比一 再來看一下 打得滿不錯的 設定都是在比較高的位置喔 這樣對右外野手 他接到的時候 感覺他傳球的動力 就有一點不見 以富邦漢這樣的一個主場 CAMJAN 超過了八千位 提前起跑 哇 那這一番要被控回去了 喔 這個時候 三壘省說提前起跑耶 那第三個出去處 出現在三壘這邊 促請裁決一個情況之下 那當然邱總要出來瞭解啊 就要看真的 有沒有真的畫面有帶到 而且要分割畫面才有辦法 對 萬萬沒想到 竟然是這樣的一個劇本啊 我們再看一下剛剛這個三壘 就是有沒有提前啟動 分隔分隔來看 那一手接到球之後 楊基敬 對 那三壘省牛智希先生 最後在這個觸景裁決啊 是判定三壘上的跑路園提前啟動 就第三個出擊處出現 所以說真的 這個距離這麼遠 我們同時要看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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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